新北市长朱立伦28号在市政会议批评政府两兆双新政策错误而且思维僵化 应该适度延长春节假期 被媒体解读为炮轰中央 朱立伦今天上午受访的时候表示 与其说是向中央呛瞎 不如说是检讨产业的政策 朱立伦并且指出 今年的元宵节刚好是周五 他建议政府可以弹性放假一天 请听记者王伟廷的报道 新北市长朱立伦28号在市政会议批评政府两兆双新的产业政策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且炮轰政府思维僵化 应该适度延长春节假期 外界解读朱立伦的发言是和中央政府切割 对此朱立伦29号上午在三重卢州地区寺庙参拜时受访表示 拼经济是全民的期待 政府过去十几年来把太多资源集中在高科技产业 忽略传统产业和民生服务业 朱立伦表示 与其说他炮轰中央政府 不如说是提醒政府检讨产业面 那我们因权利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传统产业不断的创新升级 让我们的这个民生服务业能够加值甚至出口 这才是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这与其说是跟中央呛相 不如说是我们检讨台湾十几年来 一个产业政策的错误跟资源的错用的一个方式 另外对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游锡坤表示 两招双新政策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成功 是国民党执政后没有检讨才会失败 朱立伦则回应 全民已经共同承担两招双新的恶果 过去的错误就别再提 针对春节廉价的问题 朱立伦表示 调整廉价只要调整作业要点即可 政府领导应该更有弹性 他也建议既然春节假期无法调整 接下来的2月14号元宵节正好是礼拜五 政府应该思考是否可以弹性放假一天 央广记者文维亭采访报道 百分之后 稚子190月15号元宵节诺